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我們會去打爛 會去東門一間直潮州的餐廳 這就叫做食味潮汕小食會 這間餐廳比較地道 上去這間餐廳我們會在老街站 F出口出 一出來之後就沿著新原路走 大概走五至十分鐘 這間食味潮汕小食會 為何叫食味呢? 因為它潮州話叫做 Jack May Jack May 我不知道講得對不對 大約就好像這樣發音 Jack May 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很多潮州人大家互相見面的時候 就會問一下大家會吃口飯味 就叫做Jack May 因為我都不是太肯定 如果我說錯的話 麻煩網友指證一下 走到去見到天雄商場就差不多到 其實食味就在我以前介紹過的讚豆旁邊 食味看起來應該是一間相當正宗的潮州餐廳 因為我見到那些服務員都好像是潮州人來的 餐廳的環境其實就是相當普通的 大家可能在香港打冷都試過 很多地方都是環境相當普通 它就叫做有畫遮頭 但裡面那個桌桌等等或者布置都是普普通通 而我看大眾點評很多網友都說它的食物都是挺正宗的 有部分網友都說經常會來這裡吃東西的 就是因為可以吃回潮州那種味道 這間餐廳就分開了兩個廚房 一個廚房就是近我們這座位這邊的近門口的 大家可以看到兩位廚師在這裡做事的 另外一個就是不開放的廚房 就是餐廳裡面的 在一個開放式廚房外面就放了很多的送菜 這個也是打冷的特色之一來的 食具就用那些是很常見的一次性包裝的食具 不過我建議大家這些都要洗一洗的 食味這間餐廳機的價錢都挺便宜的 性價比都挺好的 今次我點了三樣東西分別就是普齡炸豆乾 朝陽後果和陀螺 總共三樣東西 暫時總數就是74元 可能因為是職主的關係 那些菜式上齊的時候都要10分鐘左右 但有個優點就是它差不多是三樣東西同時間上 而且每樣東西上到來的時候都相當熱 一味試就是豪洛 這道菜是38元 份量都OK多的 豪洛配了魚露 有很多胡椒粉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豪洛真的有很多豪洛 而且這些豪洛偏向大隻 我試了這一件 它不會放了很多粉 可以吃到多少的蠔肉 這件比較大小小的豪洛 我隨便差一件 它裏面也有相當多的豪洛 它入了魚露的豪洛的確更加好吃 這味都是三十多元的豪洛 都直接叫來試試 第二味試就是普齡炸豆乾 18元 這碟普齡炸豆乾的份量是OK的 18元 它的形狀大致是維持三角形的 普齡炸豆乾的確是炸得很脆的 四方八面都炸得很脆的 四方八面都炸得很脆的 部分的豆乾 吃不到什麼豆腐的 但有部分裡面是有些豆腐的 其實味道不算是很突出 大家就沒有必要叫來試試 第三樣就是潮傘後果 這道菜不知道大家試過嗎 我就是第一次試的 潮傘後果就是18元 份量我又不知道算多還是算少 但我吃起來是挺好吃的 後果我覺得它好像芋頭糕的感覺 它炸到外面都是少少的香脆 再加上它有些是蝦乾的 就比起吃芋頭糕變化得多些 而這個後果它有比較重的胡椒粉味 挺好吃的 它下面那些應該是我的感覺是沙茶醬來的 吃之前記得點一下它 更加好吃 真是這味不錯 好特色 好有趣 試完三樣東西之後 我最喜歡的東西都是這味 潮傘後果 一來它有新鮮感 二來它的味道真的挺好吃的 我覺得食物都是一間很正宗的潮州餐廳 主要因為它的班弟都像是潮州人 再加上我見到食客都好像是潮州人比較多 即是表示潮州人覺得它的口味很正宗 所以就過來吃東西 環境都算是乾淨的 比起以前去大排檔打冷就好了不少 但對比現在深圳的新式餐廳又差很遠 而它的價錢都很大眾化 我叫了三樣東西 有兩樣都是18元 豪萝都是38元而已 全餐都是74元 我覺得就算兩個人來吃 加粥或者白飯 再加一樣小菜都夠吃 應該是8多元左右就完成了 今集試到一間比較正宗的潮州餐廳 我是挺滿意的 因為我一向都是想試了試各地的食物 而這間食味就算是其中一間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想知道一些深圳吃喝玩樂的資訊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支持